怕冷 腿凉 腿疼 骨头缝里有寒气 终于教您两招 把寒气逼出来 最近有些人都问我 一旦上了年纪之后 总是怕冷腿凉 有时候腿疼的受不了该怎么办 大家好 我是 如果你总觉得骨头缝里有寒气 遇到天冷的时候腿疼得直不起来 走不了路 那么一定要记住这两招 对抗寒邪 改善疼痛 学会之后省钱又省心 给大家讲一个案例 之前有位患者经常觉得腿凉腿疼 活动还有些受限 起初患者也没太在乎 觉得是年龄大了 腰腿疼痛也很正常 忍了几天就会好 但是过了一个多月 患者腰腿疼痛越来越重 活动也越来越不方便 就连上下楼梯都需要人搀扶 白天还能好一点 到了晚上就疼得让人睡不好觉 直冒冷汗 后来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想着来求助中医 我看患者的脉象迟缓 舌苔薄白 舌淡 右腿呢又不能去身 辨证之后呢 我大概就知道了问题的所在 中医讲 预寒之后的症状加重 其实就是寒冷 那么寒血煮收盈 煮凝脂 煮疼痛 简单来说就是 当寒血清洗到 您的体内上了阳气 就会引起经脉的收缩 凝脂气血 气血不畅 那么不痛则痛 疼痛就会跟着来了 所以患者才有活动受限 局部的酸冷预寒 加重的症状 同时我又了解到 患者经常熬夜 中医养生讲 此时入眠至关重要 我能晚上11点之前 一定要睡觉 因为这个时候 阴气升到极点 只有一点阳气出声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在睡眠状态下 就能够养护体内的阳气 不让它流失 反之 到了时候不睡 那么这个时候 人体的阳气虚衰 所以寒血加重 疼痛就会加重 那么该怎么办呢 第一要温阳散寒 活血化瘀 温通经络 第二要调整作息 按时睡眠 这就是基本的调理思路 患者不到两个月 症状基本上消失了 其实寒血主要是通过 引起血脉的凝制 而导致的疼痛 所以面对寒血导致的疼痛 血寒温阳是关键 另外泡脚刺激腿部的穴位 也是可以调理的方法 可以疏通经络 温筋散寒 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 缓解症状 R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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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